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珀西就直接破题先讲结论 目前珀西是还没有出道的状态哦 现在的各种直播都只是正式出道前准备起的实习直播 其实珀西之前也有在河道上面提到 那个制作人跟工作室的一些出道考量跟规划 我们后来也有进行了一些讨论 在这之前珀西跟工作室之间都只是一种默契跟口头上约定的合作 但是如果要把整个目标放长远 还是会需要一些白纸黑字上记载下来的内容 然后很多东西的评估也不能说是只凭制作人或工作室自己的感觉 所以我们还是找一些规则把它量化了 所以在大概在珀西实习满月之后呢 就有跟制作人还有工作室的大老板一起谈过整个合约细节的内容 因为大家都会有自己身处职责上的不同考量 所以中间也是来来回回谈了很久 制作人也在这中间帮珀西争取了很多空间跟福利 那当然这些契约细节目前可能还不能拿出来谈 但是里面有一段是专门在讲述说 那个珀西要怎么通过实习的每个阶段 然后每个阶段的细节啊待遇啊 以及如何满足出道的条件 这部分的内容呢 制作人有说珀西可以拿来跟各位稀饭分享 然后我们可能也是少数 甚至首次有台幣把这种细节公开出来的 那制作人跟工作室方面都很有自信的说 我们很透明然后保证不怕别人比较 所以尤其是当时虽然在这方面 珀西有点犹豫啊 但是当下制作人其实他有说为了体谅我还不是很懂这些商业上契约的问题 所以当然会感到害怕 那他还特地的把本来的待遇又拉高了许多给珀西 让珀西可以当场下决定 所以所以我也是蛮自豪说我后来谈到的条件跟待遇 其实搞不好我也是个那个商业谈派高手 那我们就不多说 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内容 首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 那公司应该把实行分了几个阶段跟目标 那然后在珀西达到不同阶段跟目标 就会有不同待遇跟福利 以及公司方面的责任跟义务 那你们不用暂停看 我会珀西会一个一个带着大家看 像这边第一个就是破析现在目前的位置 那这一格NA是指针对订阅人数的要求 因为这订阅人数本来是 我们没有想说要用一个什么非常量化标准 是由制作人去想说跟判断是不是符合资格 但是其实那样子并不是很客观 所以最后我们就决定说 既然这样不如就交由观众们去决定吧 所以我们就把订阅人数当成每个阶段的标准 那这个NA呢就是代表说刚开始实习没有要求 我们只要确定了合作了就直接开始从这阶段开始 这个是指待遇跟福利 像这里 这里本来是说直播的时候可以任意使用工作室账号 游戏库以及游戏机台 但是在谈的当下制作人也是很主动 在我还没有开口的时候他就直接把这个拿掉了 所以也就是说只要我还在这里 那我随时都可以使用工作室的游戏账号 还有机台来玩游戏 那只要时间上允许的话 那接下来 所以所以这个删除号就代表说是 我连提都还没有提是制作人主动让步说要帮我争取的部分 像这种红色的部分就是我们在修改条款的时候 他让我自己做决定 说那我想要修成怎样 那其实基本上他都完全尽量站在破析这边满足破析的要求 他是说我们之间不要有隔阂要互相信任 所以我提出来的地方他都没有反驳 回去都直接跟工作室谈好了 那这一格是里程碑 那里程碑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说他写着一些规范还有工作室的义务 例如说我加入的时候就会拿到这个里面说的那个实行用的形象雏形的Live2D 然后它的Live2D等级是半生的Tile1到Tile2 那其实Live2D他们有一些还蛮严谨的标准 就是什么T1到T5的等级 那这其实网路上都可以查得到 然后所以现在破析在这个阶段 好那我们再慢慢带大家往上看 像这个 目前就是破析要努力的地方 你看这边的要求当初人数很高 我猜可能工作室自己也没有很懂吧 所以他们是以日本的标准去做 所以他们就主动问破析说 那破析觉得在台湾大概怎么样了 随便我讲那当然破析说 那如果十分之一可以吗 他们说没问题 那个应该是说制作人说没问题 那所以就把标准调成十分之一了 就是变成一百人 只要满一百人呢 不行就可以进入下一个实习阶段 那本来是说这个阶段的服役室 每一季可以申请一款1000元以内的新游戏 那因为有时候观众会要求说 会想要看看不一样的游戏啊 然后也会有一些新的游戏陆续出来啊 不能只用那个工作室现有游戏库去做直播 这样有时候会比较跟不上话题跟热度 所以我就要求说每个月可以吗 从商业改成一个月 那所以当然这边也是OK 那在这边已经算是跳过了 实习中的实习阶段 就是我们已经通过试用期了 没有特殊的原因工作室就不会主动解约了 那主播可以开始被动接受别人的联动邀约 但是前提是别人想要来跟我邀约的话 那基本上这边是没有什么特别要求说什么跟严谨的企划说 那接着是本来是有一个制作人要开始协助申请YouTube的收益化可能 但是因为这边100人嘛 YouTube要1000人 所以他把他移到上面那一格去了 那下一格的目标就是1000人啊 有开启收益的话呢 会开始帮这些收益以及第三方的斗内呢 存进预算库 然后作为之后出到仪装的预算 这边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福利 所以有追加就是说 这边如果斗内的收益呢 有比想象中再高一些的话呢 就可以依据那个收益额外 再追加一些比较不同的游戏 对啊 还有这个 波西开始可以主动申请跟其他的联动 波西可以跟自己 喜欢或者是有兴趣的直播主 大家一起联动 然后在这边制作人就会开始 协助申请我们的 YouTube的收益化功能 那再上去这一段 制作人说他就拿掉了 因为既然都砍到十分之一了 那顺便把其中一个阶段也砍掉 也比较简单吧 我们就不用去考虑这种东西了 所以 从这个阶段一千人开始 我们就直接往五万人迈进 我们跳过中间这个阶段就会比较快 到了这个五万人的时候呢 获器开始可以 获得收益的分层 就是总共差不多10%左右吧 这个额度是在扣除YouTube的手续费之后 然后工作室这个时候呢 就会开始 帮波西 正式进行出道医装的规划 会开始帮 波西联络 建模师甚至 会师 还有例会 接着呢就是 正式出道的部分 正式出道的部分 那 就是目标是 10万人 等到到10万人呢 波西就可以正式出道了 那本来 本来目标是百万人 但是百万人他其实是以日本的基准 当初我也觉得这个数字是不是有点不太 不太实际 但是其实 那个制作人有提出例子啊 例如说像Holo他们那边的A奖都还没有出到 他的频道订阅就已经100多万了 那我们不要去跟那种大公司比 我们就十分之一就可以 等到 波西的频道可以抽到10万人呢 波西就可以正式出道 那本来这边我的待遇收益会提升到20%分成了 但是 制作人说这样子并没有 真的比较好 所以制作人直接把 SC的收益100% 会归到 波西的账户下面 那他公司在用 SC的笔数 每一笔抽100块 当做公司的行政费用 大概就是 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里程庇就很明显就是 我们可以安排正式出道配信 然后这个时候 波西就是一个正式主播 然后有 自己的规划能力 直播题材 播送时段 全部都可以有 波西自己决定 然后工作室跟制作人呢 就只是负责审核跟监督 那他直播时初还有另外一个 合理标准的规则 那是放在契约里面 我们这边就没有要介绍 好像差不多这样就可以回答完 全部的问题吧 所以 距离波西正式出道呢 大概也就差个 差个 将近10万人左右吧 所以 那 看一下 如果照这样计算 的话 10万人 其实波西开始直播以来 那个订阅人数都算是很稳定的在成长 大概一天会增加一个订阅人数 所以10万人除以365天的话呢 273年 可以 也不算是什么很难的目标嘛 那所以呢 波西呢就在这边跟稀饭们一起努力 然后我们慢慢努力 大概不到300年之后呢 波西就可以正式出道了 我们就一起朝这个方向 作为努力的目标 跟稀饭们一起成长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里面 和 评刺 评刺 评刺